放一笔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小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财源广进 台北股市今天真的是蛮恐慌的 而且整个盘市会让大家吓一跳 怎么把台北股市还在继续跌 而且跌幅又扩大 那目前我的看法 我先把结果讲一下 因为今天整个指数跌下来的时候 最多跌534点 跌534点 那你会发现到 今天台北股市跌下来的时候 其实成交量是扩大的 早盘刚盘中的时候 将近预估到收盘 将近还有3000 3000亿左右的量 那现在大概稍微有说一点 大概2700附近 那今天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你跌了满的加速盘中扩大到100多加 那这不是恐慌性的沙盘是什么 那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没有信心啊 对吧 美国股市跌 看到欧洲现在又在封 不是封城啊 连国家都要封啦 所以大家都会吓一跳 那今天整个台股呢 在下沙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 他在下沙取量 他在取量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他在酝酿的什么 下个礼拜的反弹 那是不是这个样子 待会呢 我会跟大家去做解说好不好 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式 刚才我们说过台股今天最多跌500多点嘛 那你跌平板的加速呢 高达100多加 那你成交量又扩大 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呢 他又在创近期波段低点 那为什么会在创近期波段低点 因为都是美股的问题啊 美国股市呢 昨天跌下 好不容易谈一天 昨天又跌下来 对不对 道琼是有为破前低啦 高科基股看起来好像还在守前低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美国的起货盘又在跌 所以今天这样 看到美国起货盘又在跌 大家吓一跳 因为再跌下来美股要创低点 那你结果 结果你美股又创低点 你说台北股市 这地方不跟着创低点 不太可能啊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 也都是下跌的 对不对 可是你有看到亚洲股市 有跌得比台股凶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台股跌比较凶 下差取量 就是把那个没有信心的 你要卖的今天就想办法 就让你一次把它卖卖掉 就把它一次卖卖掉 因为如果说 你从现在大盘的融资来看 融资这几天 昨天减4点多了 前一天减10亿 在前一天减20亿 在前一天呢 这个地方最近这几天都在减 那所以呢 你融资如果说 能够在大幅度的减肥的话 对台股的反弹它是比较有利 为什么 筹码就很轻 但是问题是台股要怎么去看 好各位 我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的讲法 跟我礼拜一讲法差不多了 因为我礼拜一的时候呢 不管在节目里面 或在LINE X里面 我们都有跟各位去讲解 那我再做一遍 因为3月份开始呢 我盘中会用3到5分钟的影音 去跟大家解盘 然后呢再看 到底这个盘的方向 个股应该在哪里 所以你没有加入我们LINE X的 欢迎你加入 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仔细看 礼拜一我怎么跟你讲这个盘 3月9号 那时候我就跟各位讲 关盘有三个重点 那时候的美国股市 还没有跌下来 但是你欧洲股市创新低 你日本南韩港股 也都创新低 所以我说在这个结构里面 台股本周会有压力 没有 我说这个地方会有压力 因为这个礼拜 如果说连美股都失守的话 你说台北股要怎么守得住 守不住嘛 但是台股有没有机会呢 跌下来要反弹 那这反弹要怎么看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 外资期货仓位呢 在礼拜一的时候 那时候增加8000多口 总口数约3万 但是你要接近4万口呢 你才有拉高反弹的机会嘛 对不对 那重点来了 这几天我们看到 期货的仓位呢 原本它是有增加的 增加来到3万1000多口 可是呢隔一天之后呢 他又把那8000多口卖掉 剩下多少 2万1000多口 这代表说你要去接近4万口 目前看起来几率不大 那结果呢 整个昨天台股跌下来的时候 外资仓位又增加了4000多口 所以呢现在稍微有弹起来了 但是问题是大概就是 2万5嘛 好2万5左右 好那今天是礼拜四了嘛 你下个礼拜三期货结算 你说台股在这地方 赶快增加到4万口 我觉得几率不大了 而且昨天啊 摩台的仓位从18万5000口 减到只剩下17万多 也就是说 现在就外资的角度而言 台子期的仓位一下多 一下空 一下多一下减 这代表说外资 是他本身在操作短线 那你摩台也在减啊 所以呢 现在外资没有明显 做多的一个迹象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礼拜 他会有压力 那当你问我说 老师啊 如果说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外资期货仓位 有没有接近4万口 那到底为什么 你说下周 有反弹的机会 现在你说 你要说什么 要涨多少 我觉得 下个礼拜的重点 要看什么 看美股了啦 为什么 因为你连准会是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开会嘛 那目前看到这个情势 照理说应该还会在降息 当他有机会去降息的时候 就我跟他说的 下个礼拜二才有机会降息嘛 所以你美股会虚弱 那你现在就要等什么 等你新来币会率走深 或者是亚洲获利走深 才有利率反弹 所以呢 当整个美股连续下跌下来之后 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现到 美股也跌很多啦 再跌下来好了 你越跌的话 你那个乖利率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大 所以呢 就算你连准会下个礼拜 没有会议 我也认为说 美股照理说你再跌下来 乖利率扩大应该要谈 应该要谈 那如果说你搭配着 整个联准会的降息 那我倒认为啊 下个礼拜跌升反弹机率会更大 好会更大 所以呢 台股我们在3月9号 我们跟他解的盘式 我就说 本周会有压力嘛 但是这里怎么看 我就反复彻底啊 反弹时间约在下周 但是呢 这个下周不是因为 期货结算的关系 而是美股 跌升的反弹 因为跟联准会 它有关系 有没有 好这个东西 我们讲得很清楚嘛 所以 台北股市呢 在这个地方 反复彻底了 今天就是下杀 把量取出来 量都杀出来了嘛 当你量杀出来之后呢 今天不管好的股票 坏的股票 全部都在跌啊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照理说 把你没有信心的人 也全部都洗掉了 反正你没有信心 就先杀了吧 你就赶快杀吧 好等你杀完之后呢 下个礼拜 他把融资洗一洗 反而那个反弹的机会比较大 好重点来了 当然我们在解这个盘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台股应该怎么走 我希望我们能够提早告诉你 如果说你想要了解这个盘式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个LINE 那这个LINE呢 我们盘中用3到5分钟的时间 用影音的方式来跟你去做分析 好不好 可是你从我们分析的重点里面 你会发现到 我们在跟你讲的东西 不是单纯一个点 比方说我们会从国际股市的结构 从筹码面本身的结构 从汇率本身的角度里面 去跟大家做分析 好 那同学们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国际股市的概念 或者是不管你有没有念过经济学 或者念过金融 可能念了也没办法通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 从国际金融的角度去研判这个盘 你也不知道技术分析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筹码面 那怎么办 股市一定有多空 那怎么办 我建议各位 你或许可以去找一个工具 或者是一个指标 来帮你去研判这个盘式 比方说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礼拜的盘应该是压力比较重 那我们的会员在这两 差不多快两个礼拜 我们都没有买股票 因为这个盘我现在看不到 真正买点到哪里 但问题是当台北股市 来到今天下差取量之后 我倒认为台股下礼拜 运量反弹 那这个机会来了 那为什么我跟你说 这个盘今天下差取量 是为了要酝酿下个礼拜 它反弹的机会 好 各位我们仔细看 股市本来就有多空 那这个多空的状况里面 它只是一个循环 那这个循环里面 如果说你没办法从国际角度 或者是从金融的角度 或筹码或技术分析 我建议你 你这地方去找一个指标来帮你 好不好 大家指标你不要乱设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以这个礼拜的盘来看 礼拜一我们就更会 今天礼拜四嘛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一左右嘛 因为礼拜一台股 打下来正好也是美股跌嘛 可是呢你会发现到 当打下来之后呢 隔天开始弹 然后呢到了3月11号的 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早盘哦 早盘还有出现什么 反弹嘛 然后呢结果到尾盘 才杀下来 对不对 昨天就杀下来嘛 今天又再点 如果以这个盘来看 这个礼拜的压力最重是在哪里 就这两天啊 对啊 你看读书过去是这两天啊 可是你会发现到啊 可是呢在昨天的早盘 他还在骗你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好的工具 我跟你讲你不会被骗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不进去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我们不进去 因为这礼拜的压力会比较重啊 那这礼拜的压力比较重的 时间点会落在哪里 各位你注意看 这是我们的循环指标啦 循环指标的代表的意思是 它有涨 它也有跌 也就是说多空本来就是一个循环 那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过嘛 你台北股市呢 从礼拜二到昨天礼拜三的反弹 早盘弹起来的时候 很多老师都会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 赶快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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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的会员 这块两个礼拜都不满 因为目前还没看到 不过快了 好快了 等一下我会讲给你听 但是你会发现到 如果说你能找到一个好的指标 三月十一号 三月十一号在哪里 就在这个位置啊 早盘的时候不是弹起来吗 对不对 可是呢在三月十一号 九点半左右的时候 这个位置 已经在我们的指标里面 它已经开始在转折了 也就是说当台股在开高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在买 但是如果说你永远有一个好的指标 这个地方三月十一号 昨天找盘快九点半 10986 这地方就已经开始翻空了 就已经开始翻空了 所以呢整个翻空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 一直到今天啊 快十一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 它才开始慢慢的怎么样 有翻证的机会嘛 也就是说你今天照着指标去操作 如果你没有那个什么 国际金融的分析能力 或对国际筹码面或者是技术面 你都不了解 我说没有关系 如果说你能够去掌握指标的操作 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三月十一号嘛 昨天早上九点半左右 这个位置到今天为止 你看全部都是在跌的 那更不用说昨天尾盘先杀下来嘛 那今天又开低 所以呢指标都翻不了证啊 所以呢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 在昨天早上九点半左右 可是你会很怀疑啊 昨天九点半还在涨 对不对 昨天是尾盘才杀下来 可是如果说你又有一个好的指标 最起码你在这一段风险 最大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避开多少 八百点的空间 有没有 结果你都不避开 然后到这个时间里 最近我就看到 很多人都一直叫你买 不对啊 还没有要反弹 还没有机会还没到 还没落底你怎么买 所以呢掌握指标跟着做 这一段最起码避开八百点 那在前一天的时候呢 礼拜二的时候 台股反弹 转折时间点也到了 那个时间点也开始出来了 时间点在哪里 3月10号 大概11点左右 如果你去做这一段 你跟着做这一段的话 各位跟着做这一段 最起码超过100多点 对不对 好 那现在重点是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尖台股是下杀取量 然后呢下杀取量 把那个 没有信心的人 能够卖的人 把它卖掉 原因在哪里 因为 后面的指标要开始翻多了 好这东西待会 我们再来跟各位讲 待会我们再来跟各位讲 这是从整个指数的部分 来去看大盘 那大人会说 老师像个股怎么做 我跟你讲 最近这两天 你要注意一下台积电 你要注意一下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整个下引线 已经开始流出来了 有没有 是不是下引线开始流出来 指数的涨跌 跟全值的个股有关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去界定 整个台北股市 下个礼拜有反弹的机会 这东西待会回来 我们再跟大家做解答 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对整个盘 是比较不了解的 或者是你掌握不到一个 能够帮你掌握强弱多空的关键的 我敬请各位 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呢 赶快加入我们这个LINE Edge 这个LINE我们希望能够帮得到你 现在这个盘已经开始有酝酿 下周反弹的机会 等一下我们来做说明 好不好 休息一下 亚洲投顾民国76年成立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营造获利 三多创造财富 股票起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亚洲投顾真心照顾 亚洲投顾民国76年成立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营造获利 三多创造财富 股票起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亚洲投顾真心照顾 车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语等就对啦 好 欢迎来到现场 台股今天最多跌534点 那现在大概跌440几点 也就是说台股现在已经弹起来 差不多快100点 好 快100点 那到底真的会弹吗 那到底这个盘 我们这样怎么去看 我们仔细来看 我们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就在LINE里面跟那位讲过 这个盘 这个礼拜会有压力 那这礼拜会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这礼拜我要怎么看 我认为说它就是反复区间去测底 那反弹时间呢 我说应该是在下周 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目前看法没什么变 我觉得反而间这盘 杀下来的过程里面 它有带量 然后又一堆股票又是跌顶板 那这也代表着说 不管好股票坏股票全部都跌 那很多人也没有信心 反正就跟着砍 好 那各位 我要借你 你要注意 如果说你是位阶比较高的 那就算 那如果说是位阶那个比较低的 你就不要乱扛 因为当下个礼拜如果谈起来 位阶低的股票也先通 好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了 这边我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盘 很讨厌的一点就是 这边有一个现象就是 涨起来的股票 它就是马上让你看到什么 卖押就出来 对不对 比方说昨天的 5269的翔硕 也是一样嘛 弹起来就下沙 那有一些位阶比较高的个股呢 比方说3105的文貌 在这个时间点呢 你看到今天为止破年线 那这一跌下来 这一根跌下来之后 你看上面有多少人 踏了筹码在 一堆是不是一堆 那今天这整个台股的结构在哪里 其实今天那盘我是觉得 有那种特意沙盘的一个状况 原因在哪里 你去看 这是台湾50的成分的个股 今天台股报大量 所以我们用大量的角度里面来看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前面大概15档股票里面 15档股票里面 现在电子类股比方说联电 它是最大量 然后讲电子的话是台积电 再来鸿海 没错这三档 好可不可以仔细看 驱逐这三档呢 玉山金 中信金 新光金 兆丰金 开发金 台新金 合库金 金金金金金金 有没有 是不是金融股 结果反而今天这个盘 他在杀什么 他在杀那个撑盘的 政府护盘的那些股票 到今天都跌下来 那也代表着说 台股原本是电子类股在 电子类股先跌 那跌完之后 你金融股也开始跌了 那你现在在整个电竞双组流 都在跌的过程里面 你说台北股是要怎么上得去 所以台股到今天为止 现在是跌了400多点了 对不对 可是我倒认为 当整个台北股是 每次多头结构里面 走最后一波的时候是金融 那你现在跌金融也算是什么 也是最后一波 而且这是政府护盘的影子 你看那些所谓 不管是四大基金还是几大基金的 他们都是金融公司 金控公司 那金融公司都是 互买那些金融股 所以现在那些金融公司 也套牢之后 我倒认为 现在这个盘已经杀到金融了 所以这慢慢的 它开始已经有什么 杀到最后一波的味道在 好 杀到一波的味道在之后 我跟大家说过 台北股市的反弹 应该会落在下周的时间 但是你这个下周的时间里面 最主要看什么 美国股市那个跌升反弹的机会 因为它像乖利率开始扩大 当你乖利率越扩大的话 如果搭配下个礼拜 那个联准会的会议 它有机会降息的话 那趁市稍微谈一下 就开始出现反弹 所以我说台股 有酝酿反弹的机会 因为除了国际金融之外 有时候我们再搭配指标来看 刚刚我跟各位讲过 台北股市在这个礼拜 我就说台股有压力 但是这台北股市呢 这个礼拜的压力 最重的时间点会落在哪里 陷阱落在哪里 3月11号9点半左右 因为这个时间点 多空循环里面 已经开始在转空了 可是那个时间你会发现 台北股市在3月11号的早盘 还在涨 这是尾盘才杀下来 你认为说这弹起来了 结果呢 昨天是礼拜三嘛 礼拜三又弹起来 早盘弹起来 赶快买赶快买 但是我跟你说还没指纹 我说这还是反复区间 彻底的拍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搭配指标来看 3月11号9点半左右 10986 这地方开始要转空了 结果这一段下来 这一段下来 最起码八百点 今天台北股市打下来之后 你再注意看 台股开始在这个位置去 开始走区间 可是我说指数本来就有涨有跌 你有多空的循环 所以当这个地方开始出现有反弹 又在那边走震荡的时候 反而指标都跌不下去 指标都跌不下去 那是代表了什么 这个地方 11点钟左右 这地方已经开始要酝酿反弹了 已经开始酝酿反弹 所以你注意看 台北股市从11点半 11点钟过后 这个盘最起码涨了100点起来 所以你今天搭配的指标 这地方去掌握 它的多空的关键时间点来看的话 到现在为止台股已经跌够深了 台股跌够深之后呢 指标也开始要翻证了 所以呢台北股市 我认为啊 这个时间点 已经管理力扩大了 然后呢 今天应该洗融资 我觉得今天融资应该减很多 融资应该会减很多 当融资减完之后呢 反而这地方啊 下个礼拜 反弹的机会会很大 好会很大 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 手上持股上面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是持股比较高的 或位阶比较高的 我又跟他说过啦 台积电到现在为止 今天已经流出了下引线 因为这两个股是台北股市 很重量级的全值的个股 那如果说你台积电 都没有那个讯号的话 你台北股市没办法指纹 为什么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的指标会开始翻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搭配台积电来看 你会发现到 我们从成交量来看 你看 今天台积电爆大量 现在大概10万张 昨天是不是6万张 现在大概预估到收盘 应该有11万多张 应该是跑不掉 前面那时候大量区是什么时候 大概12万张 对不对 好那时候12万张之后 整个台积电 那个进场的那个低接的买盘进去 所以台积电开始谈 那今天很明显的台积电 它已经流出了下引线 那既然台积电流出下引线 而且又开始爆大量的话 代表说已经开始有人在低接 那刚刚我们刚跟大家讲过 现在台北股市本身的结构 今天最主要在杀金融 那每次金融股呢 不管多头或空头 几乎是最后一波 好几乎是最后一波 所以呢 当你台积电也开始流下引线 然后呢 今天金融股呢 又出现一根长黑下杀 然后呢 这代表着说 最后一波的股票已经开始在杀了 那这波股票再杀下来之后呢 那你台北股市 下个礼拜反弹机会很大 反弹机会很大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间 当那个反弹机会 落底讯号出来的时候 我是建议各位 你的个股操作 同样的 指数本身 有多空循环 到现在为止 台北股市 从今天11点钟左右 已经开始慢慢有反弹的机会 已经开始在酝酿那个机会了 那我认为下个礼拜会谈更多 那当然个股现在怎么办 就像我跟你说的 在低档的股票 就是在低档了啦 如果说是高档的股票 或许还有补跌的压力 可是呢 你现在开始去切入什么 这个位置需的股票 那我怎么去切入呢 好 那各位我们仔细看了 其实我们在LINEX里面 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LINE里面 跟各位去讲解 到底个股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就拿这两个月来看 12月份的时候 整个台北股市在过年之前 我说我帮你赚红包 那时候我们在LINE里面 所跟你介绍的股票 不管是动力 融创 达方 中阳光 这地方几乎都有两成左右 然后呢 到了第二波的时候 金国光 雅光 台阳 和深塘 联军 这些股票也几乎都 差不多快两成左右嘛 对不对 好 1月份过年 我说我们就不用急了 好 因为那时候 正好遇到 好像有那个肺炎的关系 所以我们 我们操作不多 我们操作不多 到了2月份的时候呢 台股打下来 我们帮你去减便宜的股票 加联益 汉讯 金展科 都超过两成 2月要减便宜的 第二波的股票 台胜科 高端疫苗 都差不多有三成 对不对 好 那投资朋友 我要跟你说的是 下个礼拜 台北股市 反弹机会 越来越近了 也代表说 很多个股 它现在在低档的股票 不用乱杀了 那这地方反而 要开始 再一次 减便宜的机会 那如果说 你今天掌握不到 什么样的个股 可以减便宜 或者是 指数你要怎么去抓 它的多空循环的 各位 欢迎你 加入我们这个Line Edge 台股今天下杀取量 把一些没信心的 都杀下来 那接下来呢 我认为 礼拜一就跟你说嘛 反弹时间也要在下周 时间快到了 所以呢 掌握不到 那个反弹的机会点 或者是个股的操作的 欢迎你 加入这个Line Edge 到时候盘中 我们用三分 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再跟各位 去做 详细跟立即的解盘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亚洲投顾 民国76年成立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营造获利 三多创造财富 股票起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亚洲投顾 真心照顾 亚洲投顾 民国76年成立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营造获利 三多创造财富 股票起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亚洲投顾 真心照顾 大家好 我是丹亚金博理师 这回来看教股 背叛北人旗舰 一定要尊守的五大环境 第一 每天尼切体温 教股到背叛前 有发生 还是少的 让记得镜头 请渐停教股 我快看医生 第二 全定政客戴水 谢谢大家